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诶,刚上线没注意,他的血要怎么没了 看着小强一定有内奸呀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打我家刷甲了 叶莎,洛西,维娜这三个人都有嫌疑 单看反客也不好判断 邮件显示的时间是昨天七点半的时候 那就排除叶莎了 我觉得刷甲的应该是指尽营的人 如果是嫌疑的话肯定会把我送走的 其他仇人也挺恨我的,绝对不会隐之 算来算去也就只有指尽营地了 这家伙也是够狠的 把我头盔都刷爆了 护盾和护甲的耐久也没了一半,好心疼呀 小强和洛西维娜这两人聊过天 感觉这个维娜很奇怪,说话特别的刻意 如果粉丝找我的话都不会刻意去提其他人的 也就只有他一开口就聊别人 刚跟他说下线,这个猜疑立马就过来了 这个人的嫌疑应该是最大的 走,我们去东南城逛一逛 哎呦,运气还真不错,居然遇到网哥了 咱们看来年秋分析有没有在线 可惜了,居然下线不然可以好好的虐他一顿 算了,咱们找其他人批一批吧 发现一个小羔羊,咱们从背后偷袭一波 这人的反应好奇怪,居然往麦田跑 堂雪不应该找岩皮吗,咱们还往空地跑呀 哎呦,又来一个武士,咱们得小心点 这武士很满呀,当枪匹马就马上来了 可惜,人想的一脚都碰不到,就被咱们破盾了 我去,还有人这一定积远很快呀 还要我们先手废掉武士,不然现在就难受了 这人没有走位,咱们先解决他 只剩一个病毒学家,那想就不怂了 这人连无人机都不放,是还看不起我吗 咱们压制他,不给他防打的机会 哎呦,好鸡贼呀,竟然躲进金库了 差一点就能灭掉他,可惜了呀 这个武士还没走,居然在发信息叫人 那可别怪我不客气了,咱们忙一波 OK,轻松解决,又难一枕头 本来想进四中心皮的,没想半路冒出一个人 吓我一跳还以为是个大佬呢 这人挺卡的,喷口气连火焰都显示不出来 装备也不怎么抢,三枪就被咱们放倒了 又解决一个真舒服呀 哎,这一地咬了很多人 咱们在路口独一波,看来是要打成硬仗了 这么多人满过来都不敢上,真够怂的 我去,思草来了,要不要这么巧呀 刚咬的人因为思草都被传送走了 这也太搞笑了 尽管咱们放他没满,不给他们打乱了 谁先正准备走的,没想有人满出来 咱们把他收拾掉再离开 顺便在世界发个信息,不跟这一点人疲了 哎呦,我去,这人悄悯悯打了我一半的护盾 每次思草的时候被人打的都是没声音的 这个bug啥时候能修不压 要不然根本没法打 这一地人都疯了,有思草不去打,非得援我 赚了,既要这么闲的,那小强就成群里嘛 本来我有机会团面的,但他们胜利军太猛了 打完一波又来一波,根本耗不瘾 咱们先溜吧,不让他们硬杠 现在小强还听不到枪声,压根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袭 这种感觉太难受了,咱们还是回家吧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先这里 我是小强,我们下期见,拜拜